現在站在銅鑼灣SOGO後面 這個黑道轉過來東角度的時候 雅達新聞 華布剛剛估計了 對孖舖大約9500萬左右 市傳 旁邊的舖舖是單一 很噁心的時候 曾經成交過2億3300萬 在13年最高峰的時候 2億3300萬 即是孖舖道理上就是4.66億 剛剛估計了大概9500萬 即是由高峰位下跌了八成 很重要 這間店鋪的時候 看著東角 這個位置 這個UPSO 曾經跟你說過 每天要賣200個手袋的時候 曾經的租值是550萬 跌到70萬 這次說 就是這裏 旁邊有一個 Crosette這個位置 記住 你想租舖的時候 服務式商舖 成為我們的服務式商舖大使的時候 可以幫助你 資助租客進場 跟進得好一點的時候 宣傳推廣有 讀計仔的時候 一起去研究一下 可以找我們 這裏 Crosette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看到 門闊大概是22尺 深的時候 大概是20尺左右 這裏 剛剛好 人來人網不斷來的 那邊是 Wall Trade Center 世貿 G2000 這裏有一間越南餐廳 過到那邊的時候 那裏是Sogo 還有那裏是Hene Sido 這間店舖的時候 市傳成交了9500萬 我看著這間 成交大約9500萬 市傳 之前新聞都報導過 1.2億放售 圖籍 圖籍就是右手邊的兩間店舖 成交比較就是2.33億 PP就是今次放售的店舖 這是位置圖 盤子裡面的照片 是這個角落 盤子內容 是市1億 放售1.2億 盤子的照片 而且這部份 也有很多成交在東角度 全部都在這裏看到 曾經成交過2.33億 以及19號都成交過 你看回這個 就是今天的照片 看看 總之成交比較 13年2.33億 這裏說的是 勢用面積是大概480呎 建築面積是832呎 23 24毫 市傳成交大約9500萬 正確的 我未拿到 大概9500萬 租值就是25萬 外面說 有管理員做 租值大概是25萬 到2025年的5月份 回報大約3.16厘 這個組合 我看報紙這樣說 已經租了5年的時間 原本業主華智 1991年的時候 3.48億 是賣這個整個全裏 旁邊的22號店 作為成交比較 全城都是推這間 22號店的時候 那時買得很貴 2013年10月 曾經成交是2.33億 比起旁邊的店舖 如果這個是單舖 那個是雙舖的話 那間應該賣4.66億 現在賣了9500萬 即是由高峰位的時候 跌了80% 還有記住 那個是單邊位 單邊位的時候 看過來 吃正的勢頭 會好很多 看看這裏 總之前面的時候 是SOGO 那個是電車路 人亞紅 這裡是很厲害的 所以 為何你用租金分析去看的時候 12.7厘20萬 這些位置一定租到 沒問題 三大優勢的時候 一始終這個是旺斷 二的時候 這些遊客復常回來 現在這數回報 也有3厘多的話 也不差 唯一的時候 所以我不太確定 這裏的情況是怎樣 但這些位置 通常你不會做食 這些位置做零售是對的 所以一穿過來的時候 就說是對面這個 Wall Trade Center 管理員不斷坐 你經常知道 這個公眾地方 我都不明白 跟著我 就這樣 少爺沒辦法 我出發外面跟你說 那感覺 這個就 五分四十分專頌 分手收九千五百萬 OK喔 這就回報回上去 之後呢 我相信又會越來越旺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來的 這個世貿 看一看我樓上 所以就 對面有一個重建 那麼 感覺一個 嗯 嗯 九千百萬 大到爛 今次今天 又去這個 這是一個 八分位 過去買的 記住 上租舖 就聯絡我們 盛匯服務式商鋪大使 這裏有些盤子 圖籍 相片大概知道 你見到的了 可以找我們 服務式商鋪大使 Cherry Ashley 好 9500萬成交 大約是 自傳 圖籍 PP的位置 旁邊的成交比較 2.33億 之前的新聞 說放售1.2億 盤子 你看到了 盤子上面的照片 盤子上面的圖籍 位置圖 盤子的照片 旁邊有很多成交 全部很多註冊 註冊成交 都是東角度 這裏 這裏就是UPSOL 說剛剛租了 富人的環境 轉個圈給你看看 這裏就 有遮掩 人們不斷走來走去 這個位置 再看看照片 單邊位 往個效應十足 當然單邊 夾在中間的2.33億 好 多謝 Have a good day